好來我們看一些簡單小題目 第二就是誰是非電解質 就是我要你背的 我要你背的 我要你背誰不會化合物融於水 但水容易不導電的是誰啊 我要你背叫蔗糖跟酒精 這是兩個不是電解質 其他的都是所謂的是酸啊 或什麼之類都是電解質 所以我們答案就選B 很簡單 我要你背的背起來你就會了 OK 停車站接位哪一組都是 都是 兩個都是 他可能兩個都不是 或是只有一個是 另外一個不是 來 這個叫做美女 one the one 1號 誰 豬 你選豬 你桌蝦 豬 誰的醋酸 酸跟蔗糖 蔗糖不是 B的水銀跟鹽酸 水銀不是 水銀不是化合物 C的酒精跟蔗糖兩個都不是 所以只有豬 食鹽跟硫酸都是 所以答案選豬 好這又是問你一些有關於電解質的觀念啊 什麼電中性啊 包含哪些種類啊 那為什麼會導電啊 會怎麼樣怎麼樣啊 諸如此類的 OK 來我們要找一位可愛大帥哥 大帥哥叫做 差一點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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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你也選A喔 我們坐下 答案叫做A 電解質 化合物溶於水 水容易可導電 所以電解質一定化合物 A對 這堂可以溶解對 可以導電錯 它不解離 不導電 它是非電解質 C電解質溶於水 對 導電時一定會發生化學變化 C錯 電解質可以是酸性 可以是中性 也可以是鹼性 不見得一定要酸 或者鹼 可以成中性 所以我們答案就選的是A 請問你這就是要考所謂的電中性 考所謂的解離方程式 然後問說會有幾個正離子 幾個負離子 什麼諸如此類的 這叫氯化鈣 氯化鈣 其實你看方程式就知道 半天是你有記得它的解離方程式 可是氯化鈣會變成鈣離子 加上氯離子 Ca是二正 Cl是負 所以一個負要有兩個 才會跟二正抵消 所以是Ca二正加二Cl負 所以氯化鈣會解離出一個鈣離子 跟兩個氯離子 所以我們答案就選C 也因此它才會成電中性 這才會成電中性 就是氯化鈣 然後立體02 那 硫酸呢 誰是對的 硫酸會解離出什麼 解離出氫離子跟硫酸 氯離子是H正 硫酸根是SO4 二負 我等於再告訴你答案了 我等於再告訴你答案了 OK 那麼答案應該是誰呢 我們找可愛小女生 可愛小女生叫做 5號 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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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什麼 2嗎 B嗎 2嗎 C 你說 C 你的口罩才聽不清楚啊 因為氫磷子是H正 硫酸根是SO4二負 要兩個一正才會底掉一個二負 所以它的氫磷子跟硫酸的比例應該是2比1 代變量氫磷子是正1 硫酸根是負2 所以它的代量比應該是1比2 所以A跟B都是錯的 然後硫酸但是所謂的酸性容易 不是中性它是電中性 所以答案是選C 總電量一樣所以呈電中性 OK就是練習03 然後呢練習04 然後有告訴你原子序 有告訴你解離方程式 然後呢那個給原子序 然後有給二正一負 就可以知道它的電子有多少個了 這是以前就學過講過的事情 Number 23 23 這排全部都抽同一排 來力工上 2 請坐下你答案選B2 這個原子序會不一樣 就直指數就不會一樣 那帶正電跟負電都是得失電子 跟直指沒有關係就知道B一定錯 那電子序相同是原子序 所以17正常17個電子 Cl負得一個變18個 蓋的原子序20正常20個直指 20個電子 但2正失去兩個 20-2也是18個電子 所以A是對的 然後呢一定呈電中性 所以總電量相同 所以C是對的 看方程式就知道有一個Cl2正有兩個Cl負 所以蓋離子的數目是綠子的數目的一半 所以豬是對的 所以錯誤的答案就選B 這就是我們簡單的 跟了解一下電解質的基本概念 還有電中性的想法就可以了 不然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